- 大家好我是佩佩 -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個非常精神的事 - 等一下 - 幹嘛 - 怎樣好你要講 - 因為我想說我們專案終於曝光了 -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提一下 - 因為我們其實大概有五集的週報 - 應該有三集的週報 一直說不能講的專案 - 專案其實就是我們大樂的改車 - 而且它橫跨了我們之前車展 - 然後到車展之後 - 都還在製作的轉移 - 竹竹有大概兩個月 - 差不多兩個月 - 兩個月半啦 - 你有沒有講一下你的心得 - 其實大家好評還蠻多的 - 我覺得當你很認真的做一個專案的時候 - 其實你就會很期待大家 - 就很像你在炒一盤菜 - 回饋嗎 - 大家到底吃的那個瞬間如何 - 但我覺得現在看起來 - 雖然流量沒有到報告 - 因為我覺得這種題材就很針對那個車型 - 但是至少我覺得看到大家有留言 - 大部分都是正面的恢復 - 蠻開心的 - 表示說你花兩個月時間的努力 - 好像大家都有看到 - 大家有看懂 - 好所以期待之後啦 - 之後或許有別的傳統 - 但是我覺得很 - 算了沒事 - 你要講什麼 - 沒有算了 - 你講啊 - 我覺得我實在太那個 - 到時候我講出來之後會有黑粉 - 你要講幹話 - 沒有我要講那個就是 - 那個啊 - 沒有就是很討厭你就是 - 你很認真的做完一件事情 - 好啦你不用幫我那個 - 不是我在講我自己覺得就是 - 你說那個 - 你說XXX - 對啊不要講話 - OK不要講話 - 那種時候的話我就不開心啦 - OK - 好那你剛剛要講什麼 - 我要講就是我 - 就我這個假日就是 - 怎麼樣 - 回台東老家逛了一下水 - 平衡了一下我自己的水田 - 是 - 然後就發現有一個 - 結果我要回城的時候就發現有一個 - 應該是忍寺的女騎士吧 - 然後她就騎在 - 中間道跟內車道 - 然後我覺得比較恐怖的是 - 她除了完全沒有任何防護或護具以外 - 然後她的鞋子是那種 - 把後面的鞋 - 把後面的那個 - 後腳跟的那個地方踩扁的那一種 - 跟你講那麼具體 - 她就知道她是吃大劑器人 - 不是 - 那如果知道她很好 - 就是如果眼神沒有這種人的話 - 就是請她鞋子穿好 - 因為如果你不知道 - 追她飛出去有可能會腳會受傷 - 沒有重點是重點是 - 身為一個受傷的人 - 受傷過的姐姐 - 就是以怪人的身份跟你講 - 就是騎車不要騎在兩車中間 - 因為我覺得很危險 - 她沒有騎在兩車中間嗎 - 有啦 - 因為她除了騎在兩車中間以外 - 就是我覺得就是如果是我的話 - 我會很怕有人從後面追上 - 撞上來 - 因為你這樣講的兩車中間 - 人家會也是橫向的兩車中間 - 沒有我說前後的兩車中間 - 沒有你這樣子講 - 其實就會有網友說 - 我們重機本來就是要當自己是汽車 - 不是 - 可是你是肉包田欸 - 所以你看你這個就是老司機 - 跟新手駕駛之間的落差 - 但我們這邊如果說照台灣的法規來說 - 確實你應該要像汽車一樣 - 排在兩車之間 - 但是因為我們身為老司機 - 我們會覺得那樣不是聰明的選擇 - 因為以我自己來說 - 我一定會 - 就算我不鑽車縫 - 我一定也會選擇在兩車的側面 - 我會靠邊邊 - 我也是 - 我就停在那邊 - 但我不會過 - 如果我要守法的話 - 但我通常不守法 - 我會過啦 - 因為我會覺得說 - 與其我停在那邊 - 佔了一個空間 - 我還不如過去 - 讓大家車流不要這麼勇士 - 因為其實機車本來就是 - 它的優勢就是它小巧 - 它靈活 - 它有靈活 - 它不會浪費空間 - 所以我們在速度降慢的時候 - 但我不會那種高速切車縫 - 我不會那種 - 但是我會在 - 比如說前面車正開始 - 開始變慢之後 - 在時速大概40以內的時候 - 我會慢慢的從旁邊的封閉過去 - 撈到前面去 - 我建議大家可以 - 可以這樣子行駛 - 但是你講的那個人 - 它是很遵守法規 - 它是在一個車道的正中央 - 它是騎的很正中央 - 它就覺得它是汽車啦 - 對 - 但是我個人就覺得 - 也太危險了啦 - 而且重點是它跟前車的距離沒有 - 大概就一個車身的距離 - 但是重點是它騎車速度是蠻快的 - 所以我覺得如果前車一個急煞的話 - 它如果來不及的話 - 它一定是會撞上去的那一種 - 是因為其實 - 上次我覺得淡水有一個 - 就有一對夫妻騎衝擊 - 然後那個後面的太太死掉了 - 他們就是乖乖的停在 - 那個車子後面 - 兩車的前後者之間 - 然後後面一台大喇車撞 - 然後推擠到後面那台轎車就拔 - 好了我就掛了 - 所以為了自己的 - 我覺得騎重機就是這樣 - 為了自己的安全 - 你不要管法規了啦 - 自己安全最重要的 - 那個罰就是給它罰 - 你就乖乖的靠邊 - 即使你被推撞 - 你也有個縫隙去 - 去空的地方 - 往空的地方 - 而不是被夾在重機 - 但是我覺得會不會 - 會不會有些剛加入重機的主權 - 我不知道你們各位的身邊朋友 - 是不是有些人會有一種 - 我現在騎的重機 - 我有一種好像我身份上面的 - 優越嗎 - 對 - 然後所以我就想要 - 我是騎車 - 對不對 - 會不會有這種想法 - 我覺得會有 - 但是那種很常出現在 - 就是你已經很熟如何打檔 - 然後再加上你可能就是 - 沒有出過什麼大事的那種人 - 沒有沒有 - 因為如果像我的話 - 我就覺得我打檔還很不熟 - 我可以騎在邊邊 - 然後再加上我如果出過事的話 - 我就是會有一個陰影 - 會有就是 - 防衛性的騎車 - 是嗎 - 那要怎麼講 - 安全性 - 防衛騎車 - 什麼東西 - 防衛駕駕駛 - 防衛駕駛 - 沒有所以照你這樣講 - 他應該是會騎檔車 - 然後他開始熟練之後 - 他有一段過度的那種時期 - 他會覺得自己 - 我怎麼樣我身份不一樣 - 我是重機的 - 我不是小白牌喔 - 他的朋友如果不是在玩重機的 - 就說你怎麼這樣子騎 - 然後他就說 - 沒有我們就是騎重機 - 就是要像汽車一樣 - 所以在當下他可能還覺得 - 這件事情是有點 - 有點驕傲 - 好啦我覺得不論你今天看我們這個 - 是什麼程度的重機騎士 - 我都建議大家騎士可以 - 你知道可以聰明一點 - 我覺得自身安全真的很重要 - 真的那種追撞太多了 - 因為你沒辦法調出汽車那種 - 推撞的比率 - 那你如果真的調出來 - 那汽車推撞比率的造勢率 - 那如果今天中間都夾一台重機 - 可能那個很恐怖 - 超恐怖的 - 所以那個造勢比率其實超高 -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排在那兩台車之間 - 真的會覺得 - 前後的兩台車之間 - 好啦 - 前面太多了 - 進到本的了 - 你也太快了 - 進到本週聊天的第三名 - 本週熱門新聞第三名 Ken M推出全球首款三輪冒險車 - 講到Ken M - 其實我們自己算是跟他有點遠遠 - 老屁股 - 你做過啊 - 對不對 - 但你有騎過嗎 - 其實這個過去安東貿易引進這台車 - 所以這個品牌 - 當時我們 - 因為我們跟安東關係很好 - 所以當時我們試過他兩種車款 - 我記得一個是比較動感 - 一個比較高級的 - 一個叫RT - 好像是Spider RT - 然後另外則是一個比較動感 - 是最後 - 最後他們還在代理的時候 - 我們最後騎的車款 - 叫做Spider F3嗎 - 對好像Spider F3 - 然後他就是一個比較入門型 - 然後比較動感的造型 - 整個豪華的配備 - 如果RT是很高階 - 他等於是一個入門級 - 就是那些高階配備拿掉 - 但是他整個抄架的感覺 - 還有整個車重降低之後 - 變得非常的利落 - 好那他們家這個品牌呢 - 過去一直他們家是個三輪車 - 一直是很特殊的存在 - 為什麼 - 因為他的三輪車 - 你這樣講 - 很稀滑囂張 - 不是啦 - 很高調 - 對但是他的尺碼很大 - 但是他的關鍵在於他的過彎的方式 - 對不對 - 因為你看 - 比如說像光陽有三輪車 - 對 YAMAHA有三輪車 - 但是他們的三輪車 - 跟今天都有KNN的三輪車是不一樣 - 我記得他的過彎 - 我記得他的過彎是不是會有一種 - 會甩出去的感覺 - 對對對對 - 然後坐在後面 - 坐在後面就有點嚇嚇的 - 對因為他的關鍵是他不能壓車 - 對不對 - 因為你看像YAMAHA或者是光陽的車 - 他們那個形式都是你推把 - 然後車子倾倒的時候 - 輪胎會這樣倾倒 - 其實他騎起來跟一般的重機是一樣的 - 但是KNN他的駕駛的感覺 - 他們比較像騎車 - 有點像go kart的感覺 - 在我們騎重機的部分 - 你要右彎你是要往左推 - 對 - 因為你要逆操作 - 你要破壞他的慣性才會往右邊去倒 - 但是KNN是正操作 - 所以你要右彎的時候 - 你就是真的是這樣子去推 - 而且你要吹很大力 - 因為他前面有兩個輪子又非常快 - 很重啊 - 對然後你推過去之後 - 他的離心力 - 因為你沒辦法壓完 - 離心力又把你往外跑 - 所以你那時候就會有點像開卡丁車一樣 - 如果大家有在開卡丁車就知道 - 那種大基地底下 - 你人會一直要往旁邊 - 然後再加上他椅子上又沒有一個固定 - 這個座椅把你夾住 - 所以你的人是完全是往旁邊外拋的感覺 - 一開始我記得我們那時候騎 - 我們都很怕他翻 - 因為你會覺得好像這個 - 你知道這個離心力會不會翻 - 結果後來才發現他的極限超級大 - 我記得那時候 Spider F3好像那時候有人騎去 - 會師的時候騎去跑山 - 然後他那個玩數之快 - 很可怕 - 其實大家如果有sense你就知道 - 卡丁跟汽車的彎數是遠遠大過於重機 - 那這台車他的特性其實就像汽車一樣 - 所以他的過彎的特性也像是汽車一樣 - 彎數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快 - 而且還不會翻車 - 但是我就稍微提一下 - 其實在台灣有一個事故 - 那時候好像是在南部吧 - 台南那邊有一個也是RT的車主 - 一個中年阿伯還是 - 就一對夫妻出遊 - 然後被撞就真的會翻車 - 被追撞之後翻車啦 - 那他們兩個好像也沒什麼 - 沒有很大的受傷啦 - 但是確實他在碰撞的情況下 - 他可能會翻車 - 但是在正常騎車底下 - 其實他是非常穩不太翻的 - 好這是他的特殊的架構 - 那我覺得主要就是他在前面的部分 - 他是採用像汽車那種雙多連桿 - 雙A倍的那種設置 - 回歸到今天所發表的這叫KEN YANG - 是嗎 - 是嗎 - KEN YANG - 好像韓國的什麼發音 - 他的音都很難發 - 好那這台車其實就傳承他們家的 - 我覺得很帥氣的一個風格 - 但是這次他們又推向了更Offroad的整個設定感覺 -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整個那個霧面的鋼鐵 - 那個什麼叫軍風啦 - 軍武風 - 烤上去之後整個車看起來就 - 很有那種野味的感覺 - 那確實這台車他就是針對 - 這種多齊虛的路面而設置 - 所以他看起來就多了那些野味 - 很適合去錄影 - 看到他後面掛三箱的設置 - 而且他的影片裡面有陳述 - 它還可以完全拆掉 - 後面有一個平板的托盤 - 可以再讓你置放更多東西 - 如果你不需要雙載 - 這個有點像是大樂的感覺 - 無保譯的話 - 這個很像是那種玩味車 - 都可以隨便踩 - 隨便踩 - 好再來在配備的部分 - 我們還是稍微提一下 - 它是搭載一顆三缸的引擎 - 然後它的最大馬力車是 - 來到115匹的動力 - 然後它是1330cc的三缸引擎 - 那這台車它其實有一個六速的變速 - 半自動的變速向 - 它還擁有181公斤的拖衣能力 - 所以這車其實如果後面拖一個小箱車 - 其實也非常適合 - 我相信這個老外的玩法應該會有考量到這個 - 那我覺得這一次比較特殊 - 它這個雙A背則是配KYP的電子避震器 - 除此之外呢 - 它這個電子避震器的行程也特別加長 - 所以你注意看 - 過去我們試乘的他們家的產品 - 其實都是比較偏底盤偏低 - 但是它這一次在行程的部分 - 加到了260mm - 那也因為這樣關係 - 所以它整個車底盤都往上拉高 - 那車底盤的間隙也達到了160mm - 16公分高 - 那在客服地形的情況底下 - 這個底盤就比較不會磨中了 - 而且它在車子的車頭下面還有一個防護板 - 就像我們看到很多鳥車 - 多管輪車一樣的設置 - 讓它可以在土路部分玩得更安心 - 另外在豪華配備部分 - 它也給的非常完整 - 比如說像有LED的大燈 - 然後它還有一些比如說像是 - 可記憶的電動風鏡 - 還有加熱手把的設置 - 那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它跟上時代 - 它前面配了一個10.25寸的觸控儀表 - 我覺得比較特殊 - 它有支援Apple CarPlay - 但是它的儀表後面竟然藏了一個空間 - 讓你放手機 - 放手機 - 這是蠻聰明的 - 但我覺得其實這設置蠻不錯 - 它可以在鳥車上面出現 - 但是我個人認為它既然它已經是一台 - 接近房車的設置 - 它應該還可以再多一點點 - 收納空間 - 對我覺得 - 大家會不會想讓它流暢 - 就是俐落一點 - 有可能 - 但是你不覺得它前面那個手把下面 - 兩側的空間還可以做很多 - 收納的空間 - 對不對 - 比如說包包還是怎麼樣 - 是不是 - 所以 - 但有可能裡面是放它的零件 - 但它可以往上加 - 就我覺得它現在看起來還有空間 - 可以往上加 - 因為它手把還算高 - 另外它還配備了倒車顯影的功能 - 其實這也是過去我們 - 當時試駕都有一個倒車鍵 - 要稍微學一下 - 要打入倒車檔 - 才可以執行到 - 因為它三輪嘛 - 你總不能退出來的時候 - 還要用錢 - 對啊 - 你會瘋掉 超級重的 - 可是這個三輪的話 - 是不是就表示 - 因為反正它也不會有那個 - 角落地的問題 - 所以那種身高190到1550都可以騎 - 都可以啊 - 所以你其實也可以騎 - 你知道嗎 - 這個就是沒有任何倒車的疑慮 - 那這樣子 - 還是我們來試這個車 - 然後我跟翁翁來幫大家介紹 - 但是你要夠的要手把 - 你手舉起來也夠不到手把 - 可以吧 - 這個車的車比還是很大 - 不要逼我 - 沒有因為你看 - 其實在很多三輪車 - 即使到很大台的 - 比如說YAMAHA的 - 它都必須要下腳 - 你停紅燈你要下腳 - 不然你會倒 - 因為他們其實那個機構做得非常亂 - 才可以讓你輕鬆的壓彎嘛 - 所以如果你不會騎重機 - 其實你騎那車也很容易摔車 - 也很容易倒車 - 但是這個KNAN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 最後呢 - 這KNAN會預計在25年的春季 - 會在全球開始正式的開賣 - 會在全球開始正式的開賣 - 它這邊有幾個等級 - 如果是中階版的XT - 則是29799美元 - 折合台幣大概448,000 - 零頭就不講了 - 如果頂配版的呢 - 則是高達了322,000 - 反正總之大概100萬台幣 - 100萬台幣 - 多費喔 - 是94700 - 差別不是太大了 - 我想就是一些選配的配備 比如說像我們有看到他影片裡面是 手條風鏡還有電動動物 一些配備上面的改變 那我個人認為我另外提外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未來性的車款 為什麼 因為未來進到自動駕駛 他是有機會 他比較容易做到自動駕駛 對他是有機會塞很多電控配備 來達成他可以從 比如說我要呼叫他 假設未來特斯拉都可以呼叫過來 他是可以做到的 因為他本身沒有導車的問題啊 對啊 所以你看如果我們講二輪是 對不對 二輪機車要做到那個平衡很難 但是他這就不用問 但他不算二輪車 他穿三輪車 對對對 但是他也是掛機車的牌吧 對 但是沒有 而且他的寬度其實又像汽車的 你知道對不對 就有點尷尬 他好像也沒有機車的有失 我個人認為啦 我覺得未來其實三輪車還沒有 蠻有發展空間 如果進到自動駕駛階段 三輪車是可以做到 比如說你叫他過來 或是點到點 你在中間只是手放著 來監督他的操作的模式 就像特斯拉一樣 但是如果二輪機車 其實你要解決平衡的問題 還有你那些Sensor加上去之後 車子會變得很縮大的問題 那我覺得中間的二輪車 就小型的汽車 或者是小型的三輪 我覺得這個有點太大 因為他的寬度等於汽車啦 所以他沒有那個優勢 對不對 我覺得是一個未來的發展趨勢 那二輪機車這邊就還有蠻多 需要突破的 你知道破口 過了之後才可以再進階到下一個階段 好不好 車多了 進到本週兩天第二名 本週熱門新聞第二名 地表最速5歲小孩 開著V12引擎 Lamborghini 每小時313公里 過去呢其實有一位車手 那我覺得我比較殘酷的點 就是這個車手我竟然不認識 他叫做Kenna 對不對 其實他的比賽之力看起來 我因為我個人看MotoGP 從Russie Russie之前是德州龍捲風 那個時候我就開始看到 好老人 但是有一個缺點啦 就是我那時候其實不太看Moto2 Moto3 所以導致他在Moto3 Moto2的成績 那邊的車手我會比較不認識 那我講一下這個Kenna 他過去呢其實有參加過Moto2 然後呢還有參加過WSPK 所以算是一個我覺得算是二輪的車手 肢體相當豐富的 但是黏我這種算老屁股啦 都沒有知道 所以可能表現就是 你知道算是後面啦 因為車手真的太多了 好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他的兒子的部分 哦 因為這個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所以他受了爸爸的印象 遺傳他爸爸的基因 兒子叫什麼叫做姊子 好這個我覺得 必須說土耳其的名字都有點有點難發 發音有點難發 而且那個字都非常非常 像那個Typeleck 腦子的感覺 對啊很難好 而且我覺得土耳其 不知道他們協議裡面還是留了一些 你知道狂野的因子 你看現在WSPK最快的其實就是土耳其的車手 對啊 所以其實他的表現非常的有應 那這個知道他們家也是土耳其的 好回歸到這個 我覺得最特殊是這個小朋友呢 他只有5歲 但是他竟然在賽道上面 對算是一個封閉的場地 開著藍寶精靈創下313的成績 非常瘋狂 我覺得這個故事裡面 讓我們驚嘆的有幾件事情 你覺得有幾件事情 他的反應 他的肌耐力 然後他的膽識過人 不是 我覺得是坐在他旁邊的爸爸的膽識過人 這說明不是爸爸 這說明是教練 我不知道 因為你看如果我5歲的小孩他開 那你要敢坐在他旁邊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你要完全百分之百相信他 是不是 這是一個很瘋狂的舉動 他可能錢給的夠多吧 對 我覺得旁邊一定是教練 他也不可能是爸爸 沒有沒有 我是說 對啊 爸爸如果父子兩個時候 摘的話 他們家就沒有香火的傳承 他這個場地 看起來是一個飛機跑道 應該是蠻安全的 好我覺得重點就是 他把他有益的培養他的小孩 來做這個特殊的挑戰 因為正常來說 5歲小孩不會這樣子 讓他 5歲小孩媽媽咋摳 對啊 當然有可能是他小朋友 也是對這個很有興趣 那我覺得比較可惜的 他這個打破313公里的紀錄 他其實是未認證的 所以他並沒有找金字紀錄 來做什麼特殊的認證 那只是呢 他自己創下了這個紀錄 來獲得這次的報導 因為這樣的關係 站在這個 站在這個 社群媒體上面 真的一氣爆紅 他雖然只有5歲 但是他IG竟然有356萬的粉絲 你看一下他的這個發文 他的整個影片 他真的是什麼都有 騎水上摩托車 然後開跑車 然後騎賽道 還有那種什麼越野車 四輪越野車通通都有 不僅如此 他其實在兩年前的時候 就已經三歲的時候 就已經開了法拉利 在土耳其的賽道上奔馳 是不是 他爸真的很幹 有錢真好 如果我原來要輛法拉利 我就不敢給兒子 而且還是三歲的兒子 沒有我覺得 你有錢到一個境界以後 你就會敢讓他開 這樣子你看一次痛撕兩個 萬一出了什麼事 對不對 你的愛車跟你的愛子 沒有 車是騎一次啊 小孩比較那個吧 小孩比較多 沒有重點是媽媽 居然就是媽媽覺得OK 從來沒有提到媽媽 對啊 媽媽會不會超反對 應該會已經禮異了吧 沒有媽媽說明就是那個 禮異然後因為那個 瘦打氣太大 在場面就哭了要死要活 想說我的小孩好危險 你不要兒子 我就把他弄死 好邪惡 沒有他要把他媽媽逼出來 對不對他把他媽媽逼出來 所以他媽媽到時候 就是說你不要再弄兒子 之類的 對啊 他就拿這些危險的事情 來逼著他媽媽出現 逼著他媽媽出現 什麼意思 就是他媽媽會擔心兒子 對啊 對啊 他媽又沒有消失 對 但是他媽媽可能就 不想跟他爸聯絡 如果他們已經離婚了 你懂嗎 但是爸爸就還想 那是一個悲傷的故事 爸爸還想要聯絡媽媽 來挽回這段感情 但是媽媽就是一直 不想理他 這時候他就只好 你知道 叫兒子去開車 虐待他的兒子 然後給他媽媽砍 所以他接下來會做 更瘋狂的事情 阿湯割著在 綁在飛機翅膀上面起飛啊 屁啦 然後看他媽媽什麼時候會出面 嗯哼 這個我把你剪進去 哈哈 太荒謬了 好啦 進到本週聊天宣傳第一名 所以第一名到底聊什麼啊 沒有啊 就這樣啊 就這樣啊 那我剛剛那些要剪進去喔 可以啊 不然呢 傻眼 這根本是為了你跟翁翁設置的內容吧 這早講了 那我們就叫翁翁來啦 快要上禮拜跟人敲碗 進到本週聊天宣傳第一名 Honda Monkey Z125R Scroooper帥炸登場 身為Monkey的車主 怎麼樣 你講講看這個版本 因為Monkey真的真的在幫忙就結束了 那我們這邊結束了 等一下你先繼續嘛 沒有應該說Monkey其實現階段 從你那一代推出之後 你那一代前面還有一代 對 但他後來有各式各樣的版本 你記得嗎 有那些版本 有海賊王啊 七龍珠啊 然後還有就是 對啊然後各式 有媽媽有這麼多啊 有啦 泰國的泰國 所以泰國出了各式各樣的版本 我記得最近還有一個黑色然後有很金色的那種金色拉滑的 重點是回到這麼多的塗裝 你覺得今天這塗裝如何 你有點誘人 有點誘人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好首先先說他這一次的那個Z125R 他的致敬車款就是XR 對就是他們早期有一台越野復古越野車叫XR 那他的配色呢就是藍紅黃 這個很像玩具的配色 對啊 有點像是什麼TOMICA TOMICA那種那種感覺 我覺得濃濃的那種780年代的風格 然後重點是你如果買了這一台就是 那個致敬的特試車的話 他還送你那個 復古安全帽 有嗎 有啊 對對對 復古安全帽 其實看起來蠻復古的 那講講看這台車 你覺得他的塗裝哪邊是最吸引你的 我覺得他整個都很吸引我 因為他除了就是統一性做得很好之外 你看他那個 先從他的車頭做 講起好了 他那個車頭照的地方啊就是 跟他車側的那個黃牌有呼應到 然後在他的那個坐墊側邊的那個Z 他也是用刺繡的方式 我覺得就增加他那個精緻度 車身車牌 他是做一個橢圓形的那個造型 就有那種復古的感覺 你知道早期那種復古車 他們旁邊不是那個鐵牌嗎 在家油箱旁邊的那個本田翅膀 就是你看他那個XR 他早期那個XR是一個紅藍白配色 但是遠看的話他那個圖就是 圖顯感不夠 所以他就是雖然他的外型都是那種復古翅膀 他那個顏色有點不一樣啦 他就是讓他那個焦點又更佳你知道 聚焦 所以我覺得這點就是還不錯 但是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把那個輪胎改成那個巧克力胎 對其實他已經有點巧克力了 跟你原本的很像 他這應該是原廠胎吧 對類似原廠就有點巧克力啊 只是不夠大了 對對對 但我的意思是我會再大塊一點 但這個大的話抓力更差 飛的時候更遠 沒關係啦 其實那個時候就是時速40就好 我就代表騎兩小時車回家 照你的那種啟發 但是你不覺得他的移電那個藍色會有點太跳動 太跳嗎 我覺得可以 因為畢竟他是要致敬那一台XR 因為XR他也是藍色的車墊啊 那如果要你改裝的話 你會挑哪一個配件桿 我會挑他的那個圓形牌架 然後前面大燈的那個小風鏡 對我覺得你那個真的蠻適合裝在你車上 對對對而且你的燈現在也爛爛的 對啊所以剛好裝一個小風鏡 所以你要我幫你贏一個嗎 既然你這東西還提到了 那不如我們就來第四個 第五個專案 第四個專案吧 就是Monkey大改造 啊 那是修復你的車吧 Monkey大改造aka修復之旅 START 沒有啊 那成本很高欸 沒有大家都聽到了 但如果 如果要我來設計這個頭燥的話 我可能會想要試試看全包 就連下面都包起來 看會變怎麼樣 我很好奇啦 但是我覺得他現在看起來是 拿捏的剛剛好 對啊 但如果全包會怎麼樣 我又 我會幻想 因為畢竟如果我要復刻他這個 這個頭照的idea 我會希望 我這邊可以改一些造型 不是完全就是復刻 給你改 現在看起來這個我要完全復刻 用3D印出來 其實難度真的不高 對啊應該很容易 可以啦給你改 我配合度超高的 我覺得可以變化一下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我上面放一隻紅貴賓的造型 當然不行啊 不能放狗的東西 其他都可以 但是我覺得他後土廚 是不是可以也用紅色的 因為他這樣很 你看看到後面之後 他那邊忽然銀色的 銀色的一坨有點斷掉的那種感覺 這就是你可以進化的點 所以如果你要你的整台車 要弄成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弄完整一點 但我覺得會不會他要呼應 那個你知道 前面燈的那個下半部 是沒有遮住的感覺 因為下半部是金屬啊 但是他的那個後燈也是金屬啊 就他後方向燈跟他那個煞車的遠燈 其實他都還保養金屬 所以我在想他是不是要呼應 沒有所以我覺得他那個 就是燈的部分 就呼應他前面大燈 但是他土廚就是前後可以做呼應 就全紅就對了 對 你知道你懂我意思齁 懂你的意思 知道怎麼改進了齁 那如果你呢你喜歡這台第125 Screenbird 阿伯買給你 什麼買給我 我告訴你 上次這台剛發的時候 我就已經在這個國內的警校商 已經看到有人PO出來 但他沒有列出價格 他就是說你可以先去訂 然後價格就是到時候再一看多少錢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我覺得應該或許台灣很快的時間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啦 但應該就會引進這台車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貿易上的資訊 好 以上呢就是本週兩千萬三更六大街的 再幫我們訂閱一下 我們下次見啦 因為這樣解對嘛 越來越隨便 再見啦 突然解得很奇怪